大家好,欢迎收看《日日有楼体》,我是陶俊文 我是吴彩盈 踏入下半年,二手楼价继续做好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188.38 再创近两年以来的新高,连升了五星期 累积升幅还扩大到超过2% 不过要注意,升幅再次有所放缓 四大分区楼价当中更加是出现三跌一升 代理重申,指数越迫近历史高位 市场的心理阻力就会越大 虽然四大分区楼价出现三跌一升的现象 不过中小营和豪宅楼价继续全线做好 支撑整体二手楼价仍然连续五个星期上升 在创近两年以来新高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188.38 是19年8月以来最高 虽然按照升幅放缓 不过五个星期累计仍然升超过2% 只是差1.1% 就可以挑战历史高位 岸地区分类,走势有回远的迹象 不止由港岛两年升 创近两年新高 其余三区就按照回落 九龙连跌两个星期 新界西更加结束七个星期的升势 下跌0.3% 在133个城份屋苑当中超过6.5% 即是87个赤架按月向上 洪瀚海日豪原表现最好 按月大幅抽升超过1.6% 连同另外四个屋苑就录得超过1.0%升幅 至于赤架向下的46个屋苑 有两个录得超过1.0%跌幅 南区阳明山庄急坐近1.7% 去到平均26,400多元 马湾柏例湾也跌超过1成 下市12,400元水平 虽然个别地区流价回调 不过代理强调 四大整体指数齐升四个星期 仍然是近两年以来首次 预计新界西在上半年累积升近1成后 继续带领大事恒上 这个指数刚刚发表的时候 就是联储局已息之前 即是李澹息息多 常常说要加息 你越近顶的增持越厉害 追价又辛苦 追进去的人要升一口价 可能说十几二十万 放盘又不捨得卖 这两个反而最大力量 岸面积分类 虽然中小型单位升幅放门 不过已经连升五周 累积升超过2.3% 连同反英豪宅的大型单位 楼价四年升 已经连续四周齐升 至于大型屋苑指数 再创19年7月新高 只差0.3%就破顶 亦是最贴近高位 最新的指数主要反映上个月7日至13日 签订的临时买卖合约 无线电视和配行不导 虽然楼价逐步逼近历史高位 不过只要造价仍然维持在一千万或以下 跳入高乘数岸保的门栏 这类单位的交投相信仍然有一定的保证 就以黎智角和将军奥为例 最新都有五百多尺的两房 以不够八位数获得承接 用回差不多预算 还可以在荃湾买入面积大一点的三房单位 踏入下半年 二手市房持续活跃 受惠八成岸保政策 市区有大型屋苑的两房 虽然只有五百多尺 只要不超过一千万 仍然较容易获得承接 黎智角星月居二座高层 一个实用面积五百一十六尺的单位 原先叫价一千零二十万 减价二十五万 即是百分之二点四之后 以九百九十五万沽出 赤价达到一万九千二百多元 代理透露 单位属于两房间隔 向南 景观开扬 放盘一个月之后 获区内首置客承接 原业主组在2009年 以大概三百六十八万入市 账面获利大概六百二十七万 至于在新界东的张军奥 虽然相对远离市区 不过最新也有大型屋卷的两房 以九百多万沽出 虽然单位开执比较大 赤价相对来说可以平近一成 将军奥广场五座低层 一个实用面积五百四十五尺的单位 属于两房连住密室设计 买卖双方移价之后 二九百六十万在市场沽出 赤价相当于一万七千六百多元 代理透露 单位属于大量房开积 向东南有海景 原业主早在一一年中 以四百六十三万买入单位 次货十年 账面获利四百九十七万 单位升值超过一倍 若不介意楼零旧一些 以差不多的预算 已经足够在新界西的荃湾 买入一个大型屋苑的三房 苗于单位造价不用百位数 吸引到首置客乘接 预警新乘二座低层 一个实用六百八十二尺的单位 属于三房套间隔 二价之后二九百八十八万沽出 赤价相当于一万四千四百多元 代理说虽然位置铁路完善 不过屋苑赤价仍然相当低水 新买家看楼之后 随即决定入市 原业主在07年中 以大概二百六十五万买入单位 次货十四年 货面获利七百二十三万 物业升值大概二点七倍 无线电视韩配行报道 由内房万科发展长沙环的The Campton 去年五月底开售 由于在基座有个垃圾站 发展商要低价买楼 结果手轮成功沽清 商隔超过一年 项目已卖出超过九成 最近已得到满意纸 意味着可以交楼 发展相对传媒开放一个高层两房 环境是怎样呢 由万科发展的长沙环The Campton 最近落成交楼 发展相对传媒开放燃楼单位 这个位于32楼的G室 面积511尺 以长方形大厅为中心 左边是一个传统厨房 有基本家电 包括一个炒锅用的煤气炉和箱头炉 大厅的进头是一个22尺的露台 转到另一面是两间睡房 最近客厅的是小房 有一个大窗 不过通风的位置就只有上方的气窗 楼书显示 房间内楼面积40多尺 是新盘常见的开积 入到主人房 不计走廊位有大约80尺 亦是常见的大小 因为房间外面有冷气平台 窗户没有用到主流的落地玻璃 显得小一点 单位向西南 因为附近以政府用地 和早年兴建的屋邨为主 景观相当开扬 可以远望富昌邨和南昌站汇曬 甚至有少少海景 这个单位已公布售价 截实1,113万5千元 赤价近2万1,800元 发展商表示 同款的G7有6伙 最低的一个位于28楼 截实1,072万3千元 赤价近2万1千元 全盘460多个单位已卖出九成 现在还有46伙未卖 售价最低的是一个一房单位 面积近370尺 截实782万4千元 启德跑道区首个新盘 由中国海外发展的维港一号 将会在星期六首轮开售400个单位 消息表示 项目收到超过7500个营救登记 超额营救超过17倍 这400伙 截实平均尺价大约24,150元 面积300多至760多尺 截实最低650多万 最贵超过2,100万 无线电视梁永祥报道 新一轮的白居易买家入市 刺激未保地价的公居屋成交中数 创8年以来的单月新高纪录 防委会公布 6月份居易市场的成交 暂时有463宗 按月急升三成半 创2013年6月的纪录 成交增加了 造价都同步上升的 沙基湾东育苑高层 实用650尺的单位以908万买出了 看看资料 造价是创全港陆表的新高 比起同屋苑大约两年前 900万的旧纪录 再推高多8万元 在清水湾一带 有不少低密度洋房 其中两间商年的洋房 开积相同 现在一起在市场放手 这间洋房面积很充裕 每间都有3800多尺 两间屋的花园加加埋卖 并且面积有近5000尺 现在这两间商年的董事屋 最大的卖点是单边 私隐度较高 不会说屋贴屋 加上的花园有5000多尺 柏图湾1999年入伙 合共72伙 提供52座独立屋 只有10间是董事屋 连独立泳池和花园 屋苑依山而建 不是全部都有海景 单号屋主要是向山望山 双号屋主要是望海 望到龙虾湾和银线湾 这两个海景 辽阔很多 参观的两间董事屋都是属于上行 上面三层,下面一层 实用面积分别3858尺 每间屋外面都有300多尺的车房 打开门就看到圆关 拆走中间的墙身 可以将两间屋打通 里面的大厅有超过1000尺 近海的这一边 三片墙都做了到顶的书柜 还有楼梯方便寻书 看起来充满英式的古典风格 通过落地大玻璃窗 可以看到山景和海景 原业主其实是三代同堂 几代人一起住在这里 看到一边是做了一些高层的书架 做到好像一个很大的书房 又看到海景,地方又够大 一边就是客房厅,光亮一点 有少少云石的墙 西式的画 可以放到一些很大型的雕塑 譬如盆栽 因为它够高楼底 所以可以放到一些很大的艺术品 这边的景观以草地为主 旁边有小平台 将高半层的偏厅和大厅连接 除了地下这一层的大厅 保留原先的装修 其他楼层的装修 大部分已经拆除 原本业主一直住 这个装修都住了很久 十年左右 变相很多东西都有损耗性 原业主都拆除了很多东西 但是变相其实也有好处 新买家可以按自己的喜好 做他们的装修 每间屋都有四间房 近海的这一边上一层 来到超过五百尺的套房 两面都有窗增加采光度 平台面积不大 看到海景 上一层有两间房 一间超过三百尺 外望屋苑 还有其他房东西 有套房的外景 设计更全 有按摩浴缸 也有脊缸 和智能马桶等 要通到花园 入屋之后 先要下一层 这一层有洗手间 亦有几百呎空间 招待朋友来烧夜吃 开派对也很方便 现在的花园 一间屋是2100多尺 另一间屋是2900多尺 加上接近5000尺 在小花园的那里 业主其实是做了一个亭 以及做了一个渔池 可以在渔池上 那个亭那里休息 聊聊天 和家人和朋友 另一边的花园 有较大的渔池 池边有罗马式拱门 和小桥造装饰 旁边就设计成茶室 可以和家人探查 两间屋一起买 是2.3亿左右 7700多尺 实用的尺价是3万元一尺 整个屋来计算 只有10至20%的放盘 董事屋是有放盘的 但都是一些下行值的放盘 上行值来计算 只有这两间 还有只有这两间可以打通 所以非常罕有 还有独特性 屋院有区所 提供网球场 泳池和儿童休息室等设施 管理费每尺大约3.9 每间屋每月大约15000元 这个屋里有一个计算机 半个小时一班左右 可以来往坑口张冠澳的地铁站 而且计算机会去到你屋的门口 去接你 直接去到地铁站 不需要走到屋院的大门 集齐人才出发 今集先看到这里 下集和大家去西半山 看一个楼零只是九年的屋苑 全数是三房以上的大单位 开职是否实用呢 保养又是怎样 记得留意 买楼收租除了要留意租金有多少 不少人更加会关注租客的质素 尽量都不希望遇到租吧 万一租客真的欠租的话 有律师就说 可以考虑向法院申请封租令 将租客的物品拍卖去抵上租金 暑假是租务市场的传统旺季 特别多家庭客、学生等找租盘 作为业主 当然希望可以找到好租客 镜石自己的单位和准时交租 不过就算不幸 出现租客拖欠租金的情况 业主也可以透过法律行动去追讨欠租 而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向法庭申请封租令 封租令的目的 是透过拍卖租客在单位中的财物 来减少欠租带来的损失 根据业主及租客综合条例里面 第126条 其实欠租只要达到15天 已经可以恢复违约 即他持半个月不交租 已经可以申请拿回房子 但是如果比较快些 可以追到租的 就是用一个封租的行动 就要在区域法院申请 两三个星期已经可以做到 封租就是纯粹 物业里面你封到的物品 拍卖了一个价值来抵消租金 有多少就抵消多少 只是这样而已 就不会说按你的租 全部给你追回那么多钱 经法庭查封它的物品 来抵消租金 这是业主的权利 封租我们看到有些重复 封言封都有的 业主在拿到封租令之后 法庭会委派执达主任上门执行 一般会在发出封租令后 一个星期之内 尝试进入单位封租 如果执达主任试了两次 都未能成功进入单位 就会再向法院申请破门令 带上所障破门入屋 律师说 基本上屋里面的所有物品 都会被查封 不过只要那件物品 是属于日常衣着 或者使用中的物品 就不会被查封 执达主任通常都会安排 一些保安员在看守这些物件 直到过了五个工作天后 就会安排排卖 排卖到的钱 就用来抵消这些租金 封了之后 租客要有五个工作天时间 考虑是否清偿这些欠租 如果清偿欠租 和清偿法定的费用 那执达就会解封 又或者 如果他和业主在这段期间 达成磨解 那都会解封 但业主要留意 就算执行了封租令 只要家屋仍然处于租约期内 在封租令过后 租客仍然可以回到单位里居住 律师又提醒 封租令可以追讨的金钱 只是来自租客在单位里的财物 如果财物拍卖所得的总金额 不足以缴付所欠的租金 业主仍然可以透过 小额前债审材处或者区域法院 申请追讨余下的欠租 但律师认为成功追讨的个案不算多 主要是因为难以掌握欠租者的资产所在 至于追讨范围都有限制 业主只可以追讨租客在死约期内 实际住在单位里欠租的月份 如果租客已经搬出 业主就无权追讨租客 未有入住剩下租期的租金 但就可以追讨部分赔偿 有一个死约是一年的 租客欠了半年都没有交租 还有半年的美元就毁了 走了 业主可以追的就不是一年租金 而是半年欠的租金 和再租出和原本租约的租金差額 这个就是他的损失 可以追讨就是这个数 很多时候业主的想法就是 租客就是要全数租金的赔偿額 但在法律上就不是这样看的 法律上业主作为一个仇害方 是有责任减低自己的损失的 这个损失是什么呢 剩余租期他要尽快将为业出租 出租之后 那个租金的差額才是他的损失 他只能追这个差額 如果他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个损失是自己招致的 如果你因为你所叫的租金太高 而租不出 都是你自己招致的损失 那都变成了业主是无理行到 减低自己损失的责任 律师又提醒业主 在订立新租约的时候 一定要为租约打离印 并且填妥表格CR109 交给差在物业股价处 不要因为怕麻烦而跳过这个步骤 因为没有做这两个步骤的租约 就不能做呈堂证供的 那你在执行法律程序上面 就会有问题的了 你去区域法院 高德法院 土地審柴处 小家存在審柴处 其实都要做的 律师补充 就算面对欠租的情况 业主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 并且合法向租客追逃欠租 过于激进、违法的行为 都无助业主追回欠租 今集先看到这里 过往试过有业主为了收回单位 强行逼迁租客 并且破坏租客的私人物品 而最终要负上刑事责任 下星期继续会有律师讲解 在什么情况下 业主可以合法启动收楼程序呢? 过程中又有什么要注意呢? 下星期记得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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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时间够了 拜拜 拜拜